这把武器叫做七年四文 有一项特殊的能力 只要马上某些条件它就可以 多顺啊 非常强势 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 图标之笔吧 图标之笔 一属即将领域 十当七年版本中特性马天飞的限定奖励 激活蓝图后 使用三根木头50蓝币 就可以进行锻造 价格十分低廉 符合蓝色武器的品质 其基础攻击为三点 狼号为一点 二点暴击 五点便宜 可以发射类似于表情包 或技能的图标型子弹 虽然看起来与 红武妙面枪的攻击方式有些相似 但在性质上却完全不同 因为图标之笔的子弹 只是好看而已 并不附加任何的特殊能力 当然它也并非是完全的义务是处 例如它的基础攻速就极高 而且子弹自带弹射能力 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 对于它的唯一力 我个人觉得 核心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职业驾驭 例如骑士的一技能双持 瞬间获得双倍伤的增业 或者是骑士的三技能 混动打击 可以附加额外的元素属性 以及霸气的灵动控制 当然还有只增加伤害 不增加蓝耗的散打技能 它们对于武器的增加效果 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所以接下来我决定是用 领主 哎不要问为什么 就是一个字 好玩呀 真好玩 而第二项核心 自然就是 马克里的天赋了 图标之笔 单单的武器 自带弹射 所以十分好搭配 像镜专暴击 满箱暴击 暴击穿透 子弹弹射 这里解释一下 子弹弹射颠覆 和它原本的效果是不重头的 接下来都能打击 暴击落雷 攻速加快 技能增伤 子弹分裂 石爆 不能强化它的武器效果 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和老人一样 搭配个容颜宝石 因为高构速武器和容颜宝石 特别的匹配 但最后 不得不点名下 这把武器的综合实力 实力强的是咱们的 技能搭配和天赋 并非是武器本身 它的设定 本来就比较平庸 算是娱乐大实战吧 如果不是为了收集的话 我以后再也不想用它了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日光UP主 游戏长家 点赞加无助 咱们下期再见 镀金成功